三更半夜在厕所门口看到一顶轿子 今天的故事来自了网友 哼 小样 咱们这个网友从小就特别调皮 经常惹祸 所以96年那年高中毕业之后 父母就给他送去当兵了 从南京到厦门 当时的绿皮火车硬实开了两天一夜 这里要感叹一下如今的交通 真的便利 那么到了厦门之后 跟着大部队坐卡车又坐了几个小时 终于到了营区 群山环绕与世隔绝 就这样小样开始了他的新兵生活 那段时间除了训练 就是政治教育 除此之外 让小样印象很深的是新兵队的队长 和排长还有班长 不止一次的跟他们讲说 不准私自往山上跑 晚上下了哨岗 别吃饱了撑的 想上山去逛逛 那一开始呢 这些新兵都觉得说 莫名其妙 直到有一次队里呢 因为菜地需要草木灰 于是组织全队 上山砍树枝 下来进行焚烧 上山之后才知道 山上有很多无主焚 而且年代都比较久远 有的甚至已经塌陷 那么班长也说了 他们这个山顶 有一座一品富人墓 后来呢 被盗了 然后呢 就不太安慎 当时听到班长这么说 这个小样就觉得 班长在吓人 事上呢 哪有什么鬼怪 只不过是你们不允许 我们上山的借口罢了 好 那直到后面的事情发生 彻底颠覆了小样的认知 那天呢 是他站岗 部队呢 九点熄灯 站岗是一个半小时一岗 他们的营区呢 有一句话叫站岗不站 二五岗 具体为什么呢 他还不清楚 但小样那天呢 恰恰分到了第二岗 站岗期间 这个小样啊 就寻查到洗漱区域的时候 发现漆黑的洗澡房里 有水声 当时呢 没有多想 就进去把水给关了 刚走出洗漱区 洗澡房的灯亮了 水的声音也来了 他又立马返回去 关灯 关水 再出来 那么前脚 刚踏出洗澡房 水和灯 又亮了 正当小样啊 想骂娘的时候 指导员出现了 把情况和指导员一汇报 指导员呢 摆了摆手 没事 这个线路问题 你去训练场 巡逻吧 奇怪的是 指导员话音刚落 洗澡房里的水也停了 灯也灭了 就带着这种疑惑 小样继续直岗 快到十二点的时候呢 他叫醒了第三班岗的 这个同志 本来以为下岗之后 可以躺在床上休息了 但这个时候 他的肚子就闹起了 大号 你们可能会说呢 这个大号有什么 拉就完事了 但是 他们营区的厕所 是建在山坡的路上 而且呢 还是在一个山坡里 那说不怕呢 是假的 但怕也得去 你总不能拉裤兜里嘛 于是呢 小样放下了装备 战战兢兢的 往这个厕所走 他们那时候呢 这个厕所呢 是两排蹲坑 中间呢 有一道半身高的矮墙 头顶呢 有一盏昏黄的瓦灯 咱这个小样呢 不知道蹲了多久呢 就听到 身后啊 矮墙后面 那个坑位 有人在翻报纸 这个小样呢 就寻思啊 这么按着灯 你看报纸 你看得见吗 于是就喊了一声 班长 这灯能看得见吗 当我兵呢 都知道啊 新兵见到两条杠的 都要喊班长 虽然小样不知道 身后是不是老兵 但出于习惯 还是脱口而出 喊了声班长 嘿 怪了 他喊完之后 翻报纸的声音 没了 小样呢 就装着胆子 扮起身 转头看了身后的坑位 哪有什么人呢 但的确呢 有一个揉成一团的报纸 当时心里一惊啊 就想赶紧结束 回班里睡觉 就在这个时候 厕所门口 传来了脚步声 而且听起来啊 人还不少 脚步声呢 是越来越近 这个小样呢 就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 习惯性的班长啊 又脱口而出 但是 他话音刚落 脚步声 也停了 这个时候呢 他就感觉整个人头发都立起来了 边擦屁股边问 谁 但是没有一个人回应啊 那好家伙 贴上裤子 拔腿就跑 刚出厕所大门 就看到啊 厕所外面的坡道中间 停着一个轿子 周围呢 还站着四个人 背对着小样 就在这个时候啊 有两团白色的人影 从他面前飘过 准确来说呢 是像人形的雾气 这个小样当时就愣住了 跟木桩一样 立在原地 目视着 这两团白影 飘进轿子 四个人抬着轿子 就上山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啊 他终于是缓过神来了 就发了风似的 往班里跑 由于呢 是下坡 真的不记得 摔了多少个跟头了 直到他喷的一声 把班里的门撞开 全班都被吵醒了 这个班长呢 就呵斥他 有毛病那会儿 他才确定 自己回来了 真要开口解释 班长制止了他 说先睡觉 明天再说 躺在床上啊 合一而睡 把自己蒙得紧紧的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才睡着 始终呢 是不敢掀被子的 直到起床好响了 才知道天亮了 白天 把这个情况 和班长一说 班长呢 语重心长呢 拍了拍小样 没事 这个事啊 不要跟其他人讲 不过 三天后 班长就带着新兵 在训练场的一角 盖起来一间厕所 好了 我是老票 下个故事见